蜂蜂仔细检查蜜蜂采蜜的情况 只是怎么看蜂蜂似乎都很不满意 蜂蜜产量大减让蜂蜂叫苦连天 甚至强调养蜂三代以来 今年是最惨的一年 收成量几乎挂零 今年是这个 我可以说养蜂已经是这个三代 从来没有碰过的 没有碰过的年度 今年最惨 全因为去年暖冬 重创荔枝龙眼产区 不止民众吃不到 龙眼和荔枝不开花 蜂蜜也连带受到影响 由于开花率不到三成 产量也只有往年的二到四成 不过这几天受到冷气团影响 气温骤降 但整体来看 今年还是以暖冬几率较高 不少荔枝龙和蜂蜂 担心收成状况再次重演 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苗栗布 毕竟还比较慢一点 大概就在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才有办法决定说 到底今年的蜂蜜的产量 由于开花期还没到蜂蜜产量 现阶段还无法预估 毕竟农民靠前吃饭 只能祈祷接下来更有冬天的感觉 否则面对着锐减的收成量 蜂蜂可是无法接受 记者彭志明 徐玉文 王百一苗栗采访报导